也就是原本那個濾泡裡面 就成熟濾泡裡面不是有一個超大的槍刺嗎 那當你今天把卵子丟出去之後 剩下來的空間就是我現在這裡 中間那個槍刺 血液會跑進來 所以旁邊還有一點點血液在這裡 血球在那邊 好,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黃體呢,我們要分出兩種不同的細胞 從外面這樣延伸進來 比較深染的就是 thecan routine cell 那這邊比較淡染的 比較靠近就是中間藏似的這些細胞呢 就是グレーニューサル routine cell 那我們放大來看 好,那像現在指針尖端呢 這個地方就是這樣延伸進來 這個細胞延伸進來 然後這邊也濕 就是細胞會這樣子 從外面這樣延伸進來 那這些細胞呢 它是比較小的 所以你會覺得核間鋸是比較近的 這個就是thecan routine cell 那它的左手邊這一大片呢 就是gremium rosa routine cell 細胞是比較大的 這個結構呢是黃體 那黃體就是分出這兩種不同的細胞 好,好,那我們再看 接著就看疏軟管喔 疏軟管我們先從就是散步那個地方先開始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呀 就是這個手指狀的可愛結構 就是疏軟管最前端的地方 疏軟管最前端 那後面呢其實就是也沒有切到肌肉層 好,這邊它的另外一邊 好啦,我們就選一區 放帶來看 好,那疏軟管呢它是單層柱狀的上皮 單層柱狀 那有些地方呢是有celia 所以你會看到 它的上皮呢 有些地方上面會有一條線 那是因為它有celia 所以看得到它的basal body 但是有些地方呢 像這些地方它上面是沒有celia 所以它同時存在有celia 或是沒有celia的細胞 在一個上皮裡面 所以這個結構呢是疏軟管 好,那接著呢 另一個疏軟管呢 是到了鬍腹部的地方 好,這裡呢是在鬍腹部切的疏軟管 好,這裡呢是在鬍腹部切的疏軟管 所以其實好像可以看得到內環 內環好像可以看到 外重就是一塊一塊然後被橫切 內環外重 那我們 好啦,放大一看 好,這個時候smooth muscle這樣看 好像比較清楚一點 環肌內環 然後外面 外面就偶爾一區一區 就是重機被橫切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 在上皮的部分 其實一樣延續就是我們剛剛講 它會有兩種不同形態的細胞 同時存在在它的上皮當中 好,那我鍵頭超亮等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 那上皮呢,單層柱狀上皮 然後現在指針尖端這一區是有Cylia 因為有看到飛松巴尼 但它對面的這一區呢 就是沒有Cylia 好,所以同時呢 有兩種不同的細胞 在單層柱狀的上皮當中出現 這樣的地方一定是在疏軟管裡面 那最後呢就是切到 到霞部的地方 就是它已經要伸進子宮的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的內環外重好像比較清楚一點 環肌外面有重機這樣 好,那我們再放大看 然後就算它快要接進去子宮了 它的上皮一樣就是有些地方是有Cylia 有些地方沒有 好,所以在這裡呢 現在指針尖端的這一區的上皮呢 是沒有Cylia 但它對面這邊是有Cylia 所以同時呢 所以同時呢 在單層柱狀的上皮當中 有Cylia的跟Nun-Cylia的細胞出現 這樣子的地方呢 就是疏軟管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要去分它是 霞部、閃部、還是腹部 你只要告訴我疏軟管就可以 好,那再來呢 我們就是看不同時期的子宮 我們首先看呢 是Poliferative Stage的子宮 好,這是我最低倍下的罩 的視野 可以看到呢 現在這邊呢 是腺體的邊界 腺體往右邊呢 都是它的Endometrium的部分 然後下方呢 看一下 最低倍了 所以不能再轉 好,下面的大多是它的肌肉層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回到上面 好 在上面呢 就是 在Endometrium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也不用去細分說 到底哪邊是Straightened Basali 哪邊是Straightened Function 因為這個時期呢 就是它的腺體還沒有非常活躍的時候 跟一般看到的腺體其實是 有點像 就是管道狀的腺體 那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上皮的部分 我們放大來看 好,它的上皮的部分呢 是單層柱狀上皮 那上皮呢 會往下凹陷 然後就會形成腺體 這是Uterine Glam 子宮腺 好,那在這個時期呢 它就是腺體的細胞 還沒那麼活躍 所以腺體呢 都被切到的時候 是比較像 就是一般看到的管道狀 被橫切的結構 好,所以這個時候呢 通常我就會問說 請問這器官名稱是什麼 然後它處於何時期 你就告訴我說 這個是子宮 然後處於 Poliferative Stage 就是增生期這樣子 好,那接著呢 當今天呢 就是這些腺體分泌旺盛的時候 它就會進入就是 Secretary Face 好,這上面的部分 是它endometrium的部分 然後 下方 到這個地方 開始是它肌肉層的部分 下面就是肌肉的部分 好,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呢 像我現在指針順過的地方 這些順過的地方以下呢 這些腺體是沒有 比較沒有那麼活躍的 所以在底部的部分呢 就是指針順過的地方 比較是屬於 Straten Faisali的部分 上半段呢 就比較是 Straten Funture Nail 就是會剝落 那你可以看到 現在腺體呢 就是它是個比較發達的時期 就是它分別很多東西 所以它腺體現在是 彎彎曲曲的 另外呢 除了腺體彎彎曲曲之外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放下來看 這個是動脈這樣 捲曲的動脈 一路往 往最上方的方向走上去 好像現在這個結構 跟這個結構都是線 你就會發現就是它 長的就是跟我剛剛 上這個講音的卡通圖很像 但是在這個地方呢 就現在指針子 這是一個斷口 這裡的一個斷口 這個是 在子宮裡面的螺旋動脈 Spiral artery 它會一路往上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個地方都有它的切口 就是一路往上 所以在分泌期的時候 除了腺體它會非常的旺盛 所以捲曲很厲害之外 就是它的動脈呢 也會一路長到最上面的地方去 所以這個就是在分泌期的子宮 secretary face下的子宮 好那最後呢 就是在月經周期的狀態之下 在月經周期的狀態之下 其實最上面的地方在這裡 先到我最低背好了 這是我視野最低背了 好像這個地方 是面對子宮強勢的地方 然後從這邊一路下來 你會發現 它裡面其實都有協議卡裡面 然後一直要到哪裡呢 其實一直要到 從這個地方開始 這個地方是肌肉層 哎呦呦 這個地方是肌肉層出現的地方 所以其實它的endometrium 非常的厚 好所以上半段呢 一直到沒有血塊的地方 是它的straten basaline 血塊開始出現呢 就是straten function nail的地方 就會剝落的地方 好所以這個是在月經周期下的子宮 好 好子宮再往下延伸呢 就會進到cerbix 子宮頸的地方 好那在 這是我最低背了 好那這邊你會發現 這邊上皮很厚 代表這邊要接硬道 那我們一路對上去 對上去呢 往右手邊去是要接子宮的 好那上皮呢 突然有個轉折有沒有 在這 突然有個轉折 從這 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邊切了一個小球 在那邊不要理他 在這一區的右手邊呢 它是單層柱狀上皮 左手邊是複成便皮 等一下放大看 另外呢 在這個背御下呢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這個結構 上皮往下凹陷形成分磁狀的線體 這種呢 是cerbical gland 它就是一個分岔狀的 好像這個地方 這些都是cerbical gland 這邊唇部 cerbical gland 然後像這裡也是 這裡也是cerbical gland 就分岔的 很厲害 好另外呢 在線體當中呢 你可能有時候填塞一些東西 這個就是nouble cnc 像這邊也都是 就填了一大堆東西在裡面 好那我們把交界的地方放大看 在這個地方呢 是它的交界的地方 這個地方 往左邊開始 它的上皮是複成便皮 這個地方往右邊呢 雖然這邊破破了 但是這邊還是看得出來 是單層柱狀 單層柱狀的上皮 所以這個是交界帶的地方 往左邊去就是 往陰道去 好那這個地方叫做 service 子宮頸 好那我們就接著就針往陰道去 那陰道呢 那就是有很多很種的皺摺 好那我們切片